下一秒 几人瞬间愣在原地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地下突然飞出许多蝙蝠 紧接着身后的墙壁开始莫名发光 一个身宽体胖的胖哥从墙壁里走了出来 几个男孩被吓得拔腿就跑 紧接着墙壁又伸出一只手 原来是胖哥的同伴 胖哥健壮赶忙上前伸手帮忙 然而同伴运气却不太好 还没等他出来 墙壁就突然凝固 他就这么被活生生地困在了墙里 见此情形胖哥毫不留恋地松开双手准备离开 记得你 万事顺风顺水 还没等胖哥来得及离开 神盾局的直升机就找了过来 他们瞄准下面的胖哥 胖哥健壮丝毫不拒 扛起喷子转身瞄准目标 随后胖哥一脸不屑地离开了这里 而直升机却彻底报废 为了研究这面穿越墙 神盾局将整个墙壁都窃了下来 带回基地研究 细心的局长发现男人脖子上挂着他 似乎是某种不明装置 他刚想靠近查看 说完男人就又昏了过去 这让几人一头雾水 这时突然从他身上掉出一个计时器 捡起后 局长发现上面显出倒计时和一行坐标 与此同时 胖哥已经携带队友来到了这里 他们拿出几个不明装置 安装在教堂上方 虽然神盾局的特工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教堂被炸毁 远程监控的通讯也被阻断 神盾局的特工呢还没缓过来 一个庞然大物就凭空从烟雾中冲出来 直接撞飞两侧的汽车 卡车停下后 一个男人走过来 对着神盾局的特工抬手就是一喷子 紧接着便潇洒地转身离开 卡车也随之消失不见 神盾局立即对这个男人进行研究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这个男人叫大壮 不仅跟他们死去的一名队友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基因也基本相同 神盾局瞬间没了头绪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与此同时 大壮带着同伴来到一家珠宝店 他告诉店员想给女友买一款礼物 店员很快拿来一条价值过异的珍珠项链 然而大壮并不满意 表示他要的是在保险库里的东西 店员一听这时来大客户了 就在他准备去保险库里拿新款时 大壮的一戏话瞬间让他愣在原地 还没等店员反应过来 大壮的同伴立即将两名保安 送去里面喝饭 店员也 已经被吓破了吧 为了自己的小命 他把三人带进保险库 进入后男人立即将大门焊死 女人则控制着店员 翻找一圈后 钻石黄金都不是大壮想要的 无奈他只好找到柜员 威胁他交出这里的石头 这着实把店员整无语了 放着价值几十亿的首饰不拿 非要找什么石头 他告诉几人在抽屉下面有一些晶体石头 原来他们的超能力是以这些晶体为驱动的 与此同时 神盾局的特工们已经找到这里 不过保险库的大门已经被男人用水泥浇住过 根本打不开 他们只能利用热像仪查看屋内的景象 就在女人疑惑他们把大门焊死 要怎么出去时 翠花义正言辞地表示 他们一定有出去的办法 拿到要找的东西后 大壮不慌不忙地走到墙边 拿出红色颜料在墙上画出一个门 接着放上一个圆形设备 下一秒 传送门的另一边正是在卡车上待命的胖哥 几名外星人抢完珠宝后立刻从传送门走了进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神盾局的特工已经根据轮开的车印 找到隐形卡车锁停的地方 挥起一把沙子 卡车就这么暴露在眼前 他偷偷潜入卡车 一拳将男人放榜 打斗的声音引起了传送门里胖哥的注意 他走进卡车 两人很快开启一场激烈的打斗 不过两人力量悬殊 很快翠花就被打倒在地上 就在胖哥准备发出最后一击时 翠花随手抓起一旁的匕首向胖哥打去 对方应声倒地 紧接着传送门内传出店员呼救的声音 翠花赶紧跑过去查看 发现胖哥的同伴正控制着店员 翠花及时止损 并没有跟对方争斗下去 而是直接将店员从传送门带走 紧接着将大门关闭 可就在这时 胖哥过来将大门重新打开 三人再次打斗起来 这时大壮听到声音赶来 看到昔日同伴的脸 翠花有些愣神 胖哥则趁此机会将传送门推到翠花脚下 翠花掉进保险库 大壮趁机取走原型设备 传送门就此关闭 刚好此时神盾局终于打开了大门 与此同时 大壮拿着武器朝着天空射去 能量光在空中散开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网 很显然 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 几天后 局长将特工们叫到实验室 只见面前躺着一个全身长满水晶的男人 局长表示要对其进行解剖研究 然而研究才刚开始 眼前的一幕就把局长看傻了 只见男人的尸体内竟然是一只被击杀的蝙蝠 当匕首被拔出来后 蝙蝠竟然神奇地 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死 而是被一种类似于蝙蝠的寄生虫控制了 寄生虫名叫尖叫鸟 他们通过宿主来吸取能量 还没等他们来得及研究 神盾局的一名同伴就被尖叫鸟所控制 显然 故事还在积蓄 男孩刚想运球上来 这五只倒霉的羊头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今天被抓来当众斩首 联姻竟然是为了让市民参观新发明的30米大砍刀 其中一个羊头人哭诉自己没日没夜的努力工作 换来的却是人类无情斩杀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活 求队长放自己一马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冷冰冰的一声令下 接着巨大的砍刀快速落下 血腥恐怖的场面 就连队长都忽然一阵血润 而台下看热闹的人群却欢呼雀怨 随后几个羊头人的尸首被挂在城墙上 用来震慑那些最底层的人群 不料这事情还有不长眼的 一个羊头人带头开始抗议 却被守卫军库吃一下 紧接着当头一棒 人群健壮根本不敢反抗 可想而知他的下场 在这种城市他们的命不值一体 可城市外更加的恐怖 此时几名士兵正在拼命逃跑 似乎在躲避某种敌人 可不料三名队友瞬间成了怪物的口中餐 他的速度极快 恐怖程度指数十颗星 士兵见状匍匐前进开始逃跑 根本不敢有丝毫耽搁 这时死去的队友尸体 突然掉在自己的身前 士兵定睛一看 尸体上的子弹竟是牙齿做的 就在他猛逼之际 突然身后一只黑影落下 他做梦都没想到 第一次上战场 就遇到了传说中蝙蝠窟的袭击 他们常年隐居在森林 专门以人类为食 当进食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就会净化成人类的模样 最终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新主人 看来士兵这次难逃一死 没想到怪物突然退了回去 随后一个华丽的变身 化成了一个貌美的女人 他告诉士兵 你还未经人事赶快逃命去吧 听完此话 士兵分毫不敢耽误撒腿就跑 而后面自己的战友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随后他仓皇地逃出战场 回去立刻将此事上报给了上级 上级一眼就看出 这正是蝙蝠怪所为 为了防止人类生灵涂炭 于是命令士兵 朝着对方老巢发射炮弹 随着山谷的凄厉的惨叫不断 燃烧的蝙蝠怪仓皇逃命 殊不知这已经彻底惹怒了怪物 很快逃出的怪物已经来到城外 守卫想要反击可根本没有用 被怪物一个接一个地送去西北 最后只剩下顽强抵抗的队长 但子弹打在对方身上如同虚舍 这时怪物突然落到他的面前 只见他张开满身的獠牙 将队长抱起 慢慢地塞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就这样队长被包裹起来的怪物 贪婪吸取完血液 没意会的时间他就被吸干去了西北 紧接着怪物来到城墙 飞向了城市的方向 屠城也即将展开 清晨怪物已经聚集到上空 直接朝着人群最多的码头 开始发起猛烈攻击 数量之多远超守卫军的想象 一名机枪手就这样猛逼地被送去了西北 怪物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一个接一个的守卫军倒下 怪物的敏捷程度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可人类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犹如砍瓜切菜般守卫军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怪物就占领了高地 怪物老巢的队长也难逃一死 然而怪物已经达到近视程度 随后进化成人类的模样 已经渗透到高级官员之中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紧接着男人的手臂开始变长 九块九包油的衬衫瞬间被撑破 瞬间变成一只怪物 对着守卫军开始疯狂输出 人群见状立刻将肛门关闭 老黑喊众人前来帮忙 可尽管众人合力顶住肛门 还是被怪物推开一条缝隙 吓得几人开始逃跑 眼看怪物即将破门而入 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 随后开始不由自主疯狂撞向周围 等声音停下来以后 为了找到声音的来源 怪物直接破窗而逃 当他来到这里才发现 竟是女精灵所为 怪物气得刚要发飙 却被女精灵的侍候攻阵退 眼看精灵支撑不了多久 这是一只野兽哭吃一下 将怪物撞进茅屋内 紧接着周围进入一片死寂 当精灵缓步靠近准备一探究竟的时候 不料怪物却被突然丢了出来 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隐恨西北 精灵气得瞬间上头 开始发动大招念起咒语 此时被激怒的怪物朝着精灵飞速逼近 却被对方一个意念甩飞树梦 这时另一个精灵突然出现 挥动着火把对着他疯狂攻击 最终脸部被灼烧这才阻止怪物 本以为怪物就此死去 没想到他竟突然站起身 朝着精灵哭斥一下 随后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吸取精灵的血液 关键时刻士兵拿枪及时赶到 却被怪物直接抱在怀中 男人开枪反击可没有打中要害 随后对准怪物的脑瓜篮子 发射出致命的一枪 怪物这才成功隐恨西北